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irtualenv Python的虚拟环境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搭建Python的虚拟环境 好 首先说为什么要给Python搭建虚拟环境 是因为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 有两个 第一 Python默认包子管理器的问题 第二 如何搭建虚拟环境 咱们想一想 咱们用Python来开发咱们一个项目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肯定会依赖很多的第三方的库 对不对 那么这些第三方的库 咱们怎么安装 通过PIP 用程序进行安装 那么安装到哪里去 安装到Python的全局去 也就是说 咱们可能要开发三个项目 比如说咱们开发一个外部项目 开发一个人工智智能的项目 开发一个命令行的项目 这三个项目所依赖不同的库 却都要装到共通的全局区 是不是非常的不便于管理呢 咱们应该是怎么样 咱们应该是像这个Java的Project一样 有自己的工程 然后这个工程下 所有的依赖库都装到自己工程的相应的目录下 才好 对吧 比如说 我开发外部项目 跟我开发人工智能项目 两边依赖的库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用今天咱们的Python虚拟环境的工具 Virtual ENV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Virtual ENV的官网 是这个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ENV是这个英文Evaryment的缩写 好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官网 都是英文 不过没有关系 它官网内容 我给您大概总结出来 咱们按照我的课件走就可以了 好 咱们试一试 首先 咱们如果想使用这个工具 咱们要通过PIP命令进行安装 怎么安装 PIP install 包括后面的这个包名 Virtual ENV进行安装 因为我本地就安装完了 但是咱们再安装一遍吧 Go 大家请看 我已经安装完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安装的最新的版本是16.6 是不是最新 看一下它的官网 往下走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16.6 我安装的是最新版本 没有问题 OK 安装完之后 咱们再打一个Virtual ENV Help 看一下它都有什么命令行的参数 清空打一下 大家请看 有这么多个参数 对不对 参数有常用的 有不常用的 我就把常用的给您讲解一下 OK 马上实验一下 怎么实验 咱们先建立咱们Python的第一个虚拟环境 该怎么做 看一下 咱们现在本地的任何目录都可以 咱们建立一个虚拟环境的根目录 我现在已经建好 在哪里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是在我自己的工作文件夹下建了一个VINV的目录 这目录下面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OK 咱们就有这么一个虚拟目录 然后在这目录下 咱们可以建立分别建立不同的虚拟环境 今天咱们先建一个什么 大家请看 先建一个MyWeb 咱们要做一个Web的项目 对吧 咱们先建一个MyWeb的应用程序 相当于建立一个Python的Project工程 一个道理 好 咱们试试 咱们敲上Virtual Envy 空格MyWeb 建立这么一个项目 或者建立这么一个虚拟环境 都可以 Go 咱们去建立 建立完之后 建立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 建立完之后怎么办 咱们需要启动这个虚拟环境 因为是这样 这个环境 咱们建立完之后 它仅仅是一个目录结构 咱们要在咱们的道子窗口下进行启动 启动完之后 那么咱们再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去看 这环境里面所依赖的包 就是环境自己独有的 和其他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 分离出来 好不好 好 试一下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还是挺慢的 其实如果您在本地做是不慢的 我讯息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慢 包括咱们装写一个第三方的依赖库 也是不快 好 现在已经做完了 做完之后 咱们打一个 稍等我先清风一下屏幕 打一个PIP list 看一下我 看一下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进入虚拟区 咱们看一下我的全局区 我都安装上打些个包 go 大家请看 这是我全局区的包 包括咱们以前给您讲过的 Python Test 包括咱们这次的工具 Virtual Env都在里面 对吧 这是我Python全局区的依赖包 那么我该怎么做 我要启动 我刚刚建立的MyWeb的虚拟 环境咱们启动 大家请看 在MyWeb MyWeb它其实就是一个目录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吧 我在这个地方 敲DIR灰车 请看 这个是我刚刚建立的这个目录 对吧 虚拟环境目录 OK 在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Script 这么一个子目录 在这个子目录下 有一个命令 叫做Activate 这个所有平台都是一样 如果您在Mac下装 您在Linux下装 都是一样 咱们通过敲这个命令 来启动咱们当前的虚拟环境 一定要启动 试一下 go 稍等 是这样 这个地方 我应该是敲反斜杠 稍等 这刻键做 当时我是在Mac下做的 稍等一下 OK 敲上 反斜杠 它才能认到 然后一回车 启动这个环境 大家请看 我现在启动完之后 这个地方有个提示符 括号里面写着是MyWeb 有的是说 我现在进入了 我刚刚建立的 MyWeb的虚拟环境 怎么确认 交PIP 然后是list 一回车 大家知道 我刚才全局区 是有一大堆 包括PythonTest的 第三方库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刚刚建立的 MyWeb里面 仅仅有三个默认的 最常用的库 其他库都没有 对吧 也就是说 我进入了一个 Python的虚拟环境 换句话说 我进入了一个 Python的Project目录 项目工程目录 好吧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启动一个 Python的命令行的 程序 在这里面 比如说 我想安装一个flask 我先import它一下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安装 我们拿起来上面 我还没有安装这个库 所以说这个库 我想import它 肯定会报错 试一下 报错了吧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要进行安装flask 咱们都知道 这flask是这个 Python下一个 比较轻量级的 开发Web用程序的库 重的一般 咱们都用Jungle 对吧 好 咱们先来flask 试一下 进行安装 Go 正在安装 应该不慢 大家请看 flask其实还依赖 许多其他的包 所以说 所以说 它一同给咱们装上 咱们再 清空 PIP 列手看一下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在虚拟环境当中 安装上了这么多个库 其中有咱们需要的flask 包括flask 有所依赖的其他库 都给咱们装了进来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再进入 Python的虚拟环境 测试一下 咱们刚才这个库 装备装上 import flask 没有问题吗 一回撤 刚才报错 现在不报错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成功安装 成功引用到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现在进入 这个MyWeb的虚拟环境 如果我想退出怎么办 咱们调用这个命令 deactivate 这个命令进行退出 刚才咱们进入的时候 用的是activate 对不对 那咱们加了一个d 说明我退出 我不再激活了 我让它停止 怎么做 就这样 注意看 有什么区别 大家请看 我执行这个命令之后 前面这个括号 MyWeb没有了 换句话说 我现在已经退出了 刚刚的咱们MyWeb的虚拟区 好不好 然后咱们怎么确认 敲PIP list 刚才咱们在MyWeb工程里面 咱们可有 咱们可装了一个flask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退出了 这个虚拟环境 进入全局环境 一回车的话 它列出的应该是 全局环境的包 大家请看 对吧 上次的python test 包括这个virtualenv 对吧 而刚才那个flask是没有了 为什么 两个不同的环境 对不对 OK 你就明白了 虚拟环境就是这么用 相当于是咱们做一个python的项目管理 做了一个project 好吧 OK 那么咱们做完了第一个 虚拟环境 马上咱们再见一个 再见第二个 再看看该怎么做 老程常谈 一样进入咱们的根目录 根目录 在这了 对吧 我先清空一下 在这了 OK 接下来咱们再见一个 比如说咱们再见一个 深度学习的苦 行吗 叫MyDeep 可以吧 可以 马上建立 Go 这样的话 咱们又建一个python的project工程 好不好 正在建立 大家请看 它正在安装三个默认的包 其他的包都不给他安装 为什么 这三个包是最常用的 对不对 其他包不用 其他包 咱们根据咱们不同的项目 自己在定制安装 我看来我得把我这个镜盘都改成这个SSD才行 标准的HD还是不行 现在它装着 咱们建立完这个库之后 该怎么做 启动 跟刚才一样 启动虚拟环境 启动完虚拟环境之后 看一下咱们虚拟环境下里面的包 只有那三个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在这下面装一个NumPi NumPi 今后有时间 我也想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是在这个Python当中 这个科学计算 主要是数组计算 非常常用的一个括 这个我也能讲一下 咱们再装一个NumPi 然后呢 咱们跟它一样 进入看看能不能引用到NumPi 然后退出 好吧 OK 那咱们就试一下 装完了 装完之后咱们怎么办 进入 进入这个深度学习的环境 啊 这个地方真改死 稍等 反斜杠 不好意思啊 这DOS跟这个Mark Linux就是不一样 希望围长公司也能够认这个正邪杠 回车 大家请看 进入到了我的深度学习的这个项目工程了 对吧 然后咱们做 挑一个people list 看一下 当前的酷就这三个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装一个NumPi 没有问题 NumPi是咱们速度计算常用酷 速度并不慢 是这样 咱们今后 有时间吧 我给您讲一下这个Python科学计算 包括NumPi 包括Pundas 包括TensorFlow 包括Keylas 有时间吧 都会给您讲到 今后我也想把我这个 想把视频频道 做成一个以技术为中心 然后偶尔玩游戏的这么一个频道 也希望您能够支持关注吧 速度并不快 并没给我长脸 还是那么慢 该慢的还是慢 OK E163 E163 这是最新版本 好 咱们在people空格list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在这个虚拟化音中 给您装了一个NumPi 对吧 为什么我不装TensorFlow 因为TensorFlow装起来太花时间了 好 咱们回来之后 然后进入Python的命令行模式 我清空一下 进入Python命令行模式 然后import一个NumPi 看看能不能引用到 肯定是可以 没有报座 没有问题 OK 那么咱们成功的 又建立了第二个虚拟环境 然后怎么办 不想用的话 退出 可以吧 OK 没有问题 咱们就回到全局区 还是这些全局区的库 都在这了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我再给您讲一个概念 叫做什么 叫做包的导出与安装 什么意思 咱们这么想 比如说大家请看 我全局区里面有这么多个包 我想建立一个环境 建立 咱们都知道 建立一个虚拟环境里面 只有三个默认的常用包 对不对 那么我想 我建立一个环境 然后我想把全局区里面 这些个包 都安装进来 都最快速度的安装进来 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包的导出与安装 现在我先给您 示范一下 好 咱们首先呢 先进入咱们的虚拟目录 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先看一下 当前我所拥有 所安装的包 都在这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我通过 大家请看 通过PIP FREASE这个命令 干什么 把我当前区所安装的包 转处为一个文本文件 咱们试一下 Go 好 咱们在D压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当前全局区所装的所有的包 它会给我转处到这个文件当中 这是一个文本文件 什么内容 咱们看一下 通过导出命令下面的type 回车 大家请看 这个文本文件里面 其实就是这些个包的列表 一个 然后呢 两个等号 后面写上这个包子 的版本 这就是转处完的这么一个 requirement 这么一个文件 好 然后怎么办 然后咱们建立一个 咱们的虚拟环境 我叫做mydv 我的开发环境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建立一个 咱们今后的做法是 建立完咱们这个mydv文件之后 激活它 然后呢 把刚刚咱们这个地方 所导出的包一览 在这个虚拟环境中 再进行一个安装 就这么简单 试一下哦 这就完成了 从一个环境中 导出所有的包 然后呢 咱们把这些包 同时安装到另一个环境 来完成咱们的包 导出与安装 试一下哦 最近我课程真的不想 每一个这个视频 录台上时间 好 咱们做完之后 然后咱们进入这个环境 看这地方 进入这个环境 然后还是反斜杆问题 稍等 很烦人 回车 没有问题 进入myweb 然后piplist 看一下 没有包 对吧 就这么三个包 然后咱们在当前目录下 有这个requirement 这个文件 好 那咱们把这个文件里面 所记载的所有包 安装到咱们mydev 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怎么做 大家请看 用这个命令 pipinstall-r 需求文件 然后呢 把这文件名敲上 就可以 试一下 正在给咱们安装 现在在mydev的环境当中 ok 安装成功 非常快 然后咱们在mydev的环境当中 敲piplist 看一下 都在这 是吧 什么什么 什么咱们成功的 从全局区 导出了所有的包 然后呢 一下安装到了咱们的mydev的虚拟环境当中 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您不这样认为吗 ok 退出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python如何建立虚拟环境的知识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我的视频呢 我的视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 也供您下载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您要觉得我的视频还可以的话呢 请您订阅一下咯 好 那就这样 咱们在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 这一个视频 下个视频 下来的视频